手指根部长秋饱满 像三个小土包 浮运身后之人 特别是食指根部迅功饱满 此就是正才味 说明正才望而稳 从这条身长的视野线 也可以看出来 除了正才之外 小指水行秋饱满 见深刻的钱财树文 说明偏财也不错 排桌上的手气可以 同时小指水行秋饱满 也说明沟通能力强 口才一流 商业方面的嗅觉比较灵敏 感情线下方和月秋附近 见很多条横稳 很难看透人和事物的本质 会陷入人际纠纷 容易上当受骗 特别是关于钱财和感情方面的骗群 从感情线尾端 侵入训工财位来看 容易因为感情的纠纷而漏财 四大主线格局不错 生命线脑线感情线 形成船长 事业线也冲破了天文感情线 整体形成了一马平川的格局 在事业方面表现不俗 船长人也有些不利姻缘 小指稍短 外撇和子女缘分比较浅 事业线尾端杂乱 晚年容易出现 子女争夺遗产的情况 什么些尾端分叉加横文 晚年难享清闲 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见了 我来过来说 门到这下来说 你吃了我来说 门到这下来说 门到这下来说 那是什么这下来说 我来说你去门到这下来说